好 来关心花莲同乡会14号捐赠了240盒一美礼盒 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希望透过花莲市公所的设服平台 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花莲市爱花莲食物银行里 摆放了一面墙的一美礼盒 堆叠起来更是比人还要高 而这些全都是花莲同乡会这次所带来的爱心 因为这些东西是金属的一个朋友 他们当时都捐赠五物资 这次捐了两天了 然后我们已经花莲市 花莲市部落 边境的部落我们都已经收了 然后正在240盒 我们捐赠资工所 然后希望资工所这边 帮忙进入分散一些弱势的家庭 然后放暑假给这些小朋友 那每次的爱情 14号上午花莲同乡会理事长欧东升 常务监事王家阳 及总干事吴哲仲等多位会员 再了一批物资到爱花莲食物银行 而市长薇嘉贤也在四楼客长小子卫的陪同下 向同乡会表达感谢并颁证感谢状 县议员薇嘉宴也到场 肯定同乡会的爱心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同乡会 过去我们就是伙伴关系 现在更是非常紧密的一个 互相合作的一个单位 那在此花莲市公所 我代表市长的身份 来谢谢我们所有同乡会 过去一直支持我们的所有会员伙伴 那未来我们市公所也会持续跟同乡会 继续做相关的合作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到的伙伴 同乡会理事长欧东森也表示 这批礼盒的内容物 包括坚果、蛋卷、饼干等三种 都是大人、小孩喜欢的口味 希望透过市公所的社福平台 赚赠给有需要的家庭 未来食物银行如果有物资方面的需求 花莲同乡会也非常乐于协助支援 记者许立琴花莲师报导